好啦,來吧!角色配裝洗第七集,冰璃 冰璃天梨姐女兒,她的魂石會跟大家講的比較仔細一點,大家慢慢聽喔 首先,冰璃現在大部分的人的標配都是優良 那我會跟大家講說,這是在還沒出神兵之前的冰璃 神兵技能一出,冰璃的神兵技能一出,她的魂石就會變為赤煉鬼或者是裸鬼 為什麼?因為她的神兵技能一出之後,她的第二下減傷高達80-70 所以她的減傷非常的高,導致她不太需要這個吸血了 她不怕第二下會自爆,冰璃不怕第二下會自爆了 所以說她的魂石會從優良進化成追求輸出的裸鬼或者是赤煉鬼 那現階段來講,大部分人還是先用優良 還沒有生兵之前還是用優良 再說一次,還沒有生兵之前就是用優良 那優良的話,建議大家先打兩套就好 一套是注重攻擊屬性 這套攻擊屬性高達了34 那這套就是比較注重,你看這邊氣血會比較多 氣血高達17氣血 那會讓冰璃在打王或者是在打九爐塔的時候比較不會自爆 可是她的攻擊就會比較弱,大概19攻而已 所以大概打兩套攻擊屬性上去 那磁雕屬性一樣教大家怎麼去挑選這樣子 那天的部分的話去挑選攻擊、穿透、物理傷害 那其他兩個屬性就是比較隨意這樣子 那如果是剛剛講的有氣血的部分的話 盡量只要攻擊加氣血,然後再加上防禦屬性、免傷、物防 基本上只要有物攻、氣血,然後再加兩個防禦屬性就好了 攻擊屬性可以一個就夠了 這是防禦的優良,這是攻擊型的優良 這邊講一下,左防右攻 再來的話是地的,地的話一樣攻擊屬性 因為右邊的話是攻擊屬性 所以我會挑選兩個攻擊池條,然後再打幾個比較防禦的這樣子 那主要還是要看你優良長怎樣 那再來的話是左邊的地,地的話這個就是比較防禦屬性的 拿了攻擊然後注重氣血8% 氣血8%非常的高這樣子 然後附帶了兩個比較不重要的詞綴這樣子 最後的話是荒,荒的話一樣 我挑的就是攻擊屬性 右邊是攻擊屬性的 然後左邊是比較防禦屬性的這樣子 大致上冰璃的優良是這樣 那優良的話會建議大家也不用太去追求 結果發現我的優良已經空空如也 因為優良目前也只有冰璃比較適合使用 那如果你要講什麼陰劍品阿良 我是認為啦,陰劍品跟阿良也是有更好的像是荒子羅鬼更好的選擇 那優良這個東西目前來講只剩下冰璃一個人會用而已 之後也算是會放在倉庫備用的一個魂石,不是主要魂石 所以優良不要花太多資源去整他 那再來的話是即身,冰璃的即身 冰璃的即身的話 頭一定是畢業頭封脈頭 可以去封對面的冰璃的定魂 或者是一些怪的復活、護衛等等 封脈頭一定要 那如果沒有封脈頭的話 建議就是10%的白板的 像是這個冰蟬玉帶一焰 而且最好是有帶氣血的這個 那如果沒有帶氣血那個也可以用這個帶有物防的就可以了 第一首選就是冰蟬穿珠 第二就是有加氣血的冰蟬玉帶 第三就是加物防的冰蟬玉帶 其他的話像什麼天狼血眼 或者是如意珠翠等等其實都沒有很適合冰璃 會建議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三個頭盔 三個飾品去做一個互換 再來的話是衣服 衣服的話最好的話是帶那個我講的那個什麼 減傷神技五尊神力 那個是最好的 五尊神力是最好的 如果沒有五尊神力的話 就帶PVE 就帶天蟲建議跟這個清神境遇 這兩個去打王比較OK的 比較不會自爆的 那如果這兩個也沒有的話 其實就比較隨意了 那你就可以帶一個煉法黑靈 或是帶一個什麼靈月配環 幫忙降攻也可以 就比較隨意一點點的 沒有五尊就是帶幫忙隊友做事情的 煉法黑靈、破防、破攻、降攻的 那如果怕打王之暴 就帶天蟲建議跟清神境遇這樣子 那再來是腰部飾品 腰部飾品的話這邊比較特別 稍微有一點未來式來講 腰部飾品當然就是比較窮人 窮人就使用池塘補度 那未來會出一個會有回血腰帶 那這邊就也不用多說 因為之後不知道台服什麼收出來 會出一個回血腰帶 那個非常適合冰淋 在你氣血50%以下的時候 就可以回血35% 那個腰帶非常適合冰淋 那腰的部分就比較推薦這兩個而已 其他就沒有太大的意義了 再來的話是手部飾品 手部飾品的話畢業飾品當然就是我們的王喜 加移動力1,王喜是畢業飾品 那再來就是大家比較常用的就是這個鑽石 鑽石也是兵力很常用的 鑽石也是兵力很常用的 那除了這兩個飾品 如果這兩個飾品都沒有或者是不夠用的話 帶什麼飾品 會推薦以上兩個飾品 一個是蛇手零件 攻擊力進攻的時候會高達15% 而且還可以加氣血 這個算是我認為沒有鑽石沒有鞋子的第三選擇 然後其次第四選擇就是這個流光手著焰 這四個飾品算是冰淋比較適合 那進於暴擊手我認為冰淋沒有很適合暴擊手 冰淋的暴擊也是蠻低的 你不太能期待冰淋有暴擊 除非你有魂石特別好有暴擊 狂撐暴擊那就算了 那如果以上的飾品都不夠用 就一樣就是妖靈世界 就是當作... 就是... 有魚嗎? 沒魚有蝦也好 好,飾品的介紹 冰淋的飾品介紹到這邊 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也算是專門解惑 就是冰淋之後不用優良的原因在哪裡 希望大家能聽懂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在這系列影片下面留言 三毛看到 如果你覺得你的問題我能解決 我就會回答你 好,那本部影片到這邊啦